謝謝大家參加我們這個一年一度第二屆的 一年一度而已喔 一年一度而已喔 今天是第二次啦 那看到很多新面孔 然後謝謝大家這個假日抽空來參加我們這個分享讀書會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就寫我拍獎 然後我們之後再來大家成員介紹 OK 好 可以大家坐喔拜託 除非真的得站 有椅子就坐一下 好 好那我先是我介紹一下我是Zero 然後剛才就沒有多久我現在在Twitter上班 然後就是這個project是我之前在學校的時候做的一個courseproject 所以我待會也有講錯的地方解讀都不好玩 因為我不是做KeepRotting的專家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玩的議題啦 然後再開始講那個地圖之前要先簡單 就是很快的回顧一下Graph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Graph吧 然後這每個點就是一個no 然後每個no之間可以把它連線 它可以是unidirection 可以是by direction 然後這就是一個edge或是link 或是反正path之類的名詞 然後每一個path上面都會有一個weight 就是這個點到這個點之間的 可以是時間可以是距離可以是任何你想要來表達那條路的 就是一個preference的一個數字這樣子 然後當然有一個圖你可以做很多操作嘛 所以最簡單最常見的操作可能就是做shortestpath 就是你想要知道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最有限的距離怎麼走 那以這個地圖來講的話 可能是從511這樣子 只要7個點就可以找到目的地 那這個就是這個Graph的最短路徑 那就是從這樣子一個點啊 線的這個圖你很難想像說 怎麼樣你可以把一張地圖畫成 用這樣的東西表達嘛 那這個是我學校附近 我這邊就叫Jatek 然後這是我從Owen Street Map抓下來 在Local Render的一個地圖 你看到說它上面有很多奇怪的東西啊 比如說這是高速公路嘛 Alanta downtown有一條很大的高速公路 然後這是一般的道路 然後這可能是一些小路啊 就有人可以走的trail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大陸還有專等級嘛 這是比較深夜的 這是比較清的顏色 然後像這個白色都是不同層級 那舉個例來說的話就是 如果我只看中間這一條路的話 如果你把它換 把那個Owen Street Map給你的XML檔 直接把它plot出來的話 它其實會長得像這樣子 它其實是很多很多一個點吧 都在一起 像你剛剛看到中間那條First Drive 就是這一條路嘛 對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的Node 那Node之間當然你要有Link把它連接起來 都已經形成一條路 所以在Owen Street Map裡面 也有這樣子幫每個點擊起來的一個資訊 所以這兩個字邊結合起來 你就可以畫出最基本的地圖的形狀 那當然上面 Owen Street Map還有提供你更多什麼Label啊 什麼之類 你可以把那個什麼 JJT那個字畫上去啊 道路名畫上去啊 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我們知道 地圖大概是怎麼樣構成了之後 就是我們可以開始進入正題嘛 就是我們要怎麼在上面做Routing 那Routing的方式很多啊 如果我相信大家這邊應該有 如果有利過CS、利過Algerton的話 你應該知道說 有很多什麼DiGXTRA 什麼WASHO這種 多點到多點的 或是單點到多點的 或是單點到單點 這些各種不同的演算法 那 呃 在業界上比較常用 就是譬如說在做Gaming的時候 你 譬如說你在做那個 即時戰略遊戲 你把一個角色從這裡遞到這裡 它會自動跨過那些地圖上啊 或什麼之類的 其實很多都是用XL的變形做的 那 這是還蠻常用的 所以我們就先從這裡開始講 因為它也蠻簡單的 那它的這個概念其實不難 就是 它的概念就是 它有兩個數字 呃 這個715 就左邊這個數字是 噢 有信任 呵呵呵呵 不然就把門打開一下 呵呵呵 呵呵 門就留著吧 好喔 好我們就繼續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會不會 然後呃 左邊的數字是地圖上 實際的路徑的長度 比如說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我就是要走五分鐘好了 那 呃 這就是每一個PAP 就是都有個實際的長度 但是 右邊的數字是我猜它的長度 就是譬如說 呃 我對每個點到我自己的喜好度嘛 比如說我不喜歡走這條路 那我就可以把它的位設定成複蝕 那 因為 Astar它其實會先找 它其實會先用猜的猜錯 從這個點到這個點到 或這個點到 到終點的距離是多少 所以如果 影響它去猜的那個結果 的話 你就可以影響那條路 它會找到路 那 它演出法其實是這樣 就是 呃 它會先把 從 從star開始 它會去 呃 呃 所有的 它的鄰居 所以它鄰居有路連到就是1跟2嘛 那 其實像我講的 呃 它會用它用去猜的 用那個去猜的數字去決定說 下一個路的路徑是多少 所以你會得到 呃 兩個 兩個 那個 Node加到Q裡面 就是5跟6 那當然它 它是一個priority 它從最短的開始搜尋 因為它 你一直走最短路線的話 就會最快到達 那我問一個問題 所以 基本上它不管 那個 真實的那個 長度嗎 它最後在算的時候會用真實 它只是從 呃 比如說 我確定要走這個點之後 它會幾乎是7 可是實際上它是往下走的時候 它是再去用猜的 看最短比率是怎麼走到 了解 那那個猜的數字是怎麼出來的 你可以自己產生 可能譬如說 以我之前做的這個project case來講 我要做的是最安全的路徑 所以我就拿犯罪率來做那個態序 可能說你可以加上時間的debt 或什麼之類去算那個數字 了解 對啊 因為它可以走比如說正妹 最多正妹嗎 對啊也可以啊 或是你可以把距離反過來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最scenic route 走超長的路線 才能當目的第一 這也是 所以它那個5跟7可以是一樣的 可以是一樣的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正常的路段路徑 嗯 然後接下來 它sort完就是5跟6嘛 它從5開始找 就是從第一個點開始 那從第一個點 它一樣會走一樣的事情 就是先找 旁邊兩個連到的地方 那就是2跟終點嘛 那這時候你會看到它把 原本的數字 只有最小的應該是拿這個數字 可是它就是扣掉 你這條路的猜測值之後 它還是最低 因為它是負的了 所以它覺得這條路比較好走 所以 它就是一樣 再從 從最好走的地方 從這邊再連接 再連接到end 那原本那個end 有一條路徑是6 但是現在因為有-5加-10是5而已 所以它就會選擇這條路徑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一個 像這樣的結果 對 然後 這個 概念上其實沒有很難啦 就是 有時候寫code 所以有些沒感到注意一下而已 了解 所以比如說像那個叫什麼那個 Waze 如果說它 你比較常 它自己講出來的算法是 如果你越長走的話 它就可能會自動選那條路 它是把那個 就是你剛剛講的 可以把那個猜測存起來 對 就存起來 把它的數字就是在 往下拉 這樣畫它以後就沒有什麼 對啊 不過你可能要做一個 比較好的那個 degrade的方法 就是overtime 要怎麼消掉這個影響 對啊 然後 所以我在 我之前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Ruby寫code 所以我有open source 一個 用A star 就 幹嘛幹嘛幹嘛 自己用Python寫一個 對啊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看看這個很簡單的code 的話 你可以打開 這個Github的網址 然後 當然 就是 這是第一階段嘛 這個code's party 是我花了兩個cours來做 因為第一次做的時候 我是把這個概念做出來 然後 它work 但是就是 它很慢 但是問題在於 第一個 是地圖真的很大 所以 尤其是你用Ruby Python這種 做object的語言的話 它通常不是那麼貴 它是scripted language 所以你要做很多 比如說去扣很多mess 或什麼之類 會很大大的拖慢它的速度 因為它 比如說你從 Alanta 是一個 從南到北要開 40分鐘的一個City好了 那你中間會經過的 可能路徑也會超級多的 所以它就會非常慢 那 在第二個cours的時候 我就想說 那我要怎麼 improve 這個project的速度 然後我第一個想到的事情是 其實 市面上有一些 database 是用來存 Graph專用的 像 有個最有名的就是 Neo4j 那它有一件很 神奇的特性是 譬如說你可以寫一個 很像sql language的語言 然後 你可以說 你看我要找 從一個node叫做actor 然後它是一個person type 就是它是一個人嘛 然後它 跟movie之間有一個關係 是它有在這部電影裡面演戲 然後 這是match一個relation 然後你可以說 這個電影的title 一定要是ttitle的 然後你要return 電影的title 跟整個cast的名字 所以 就是在一般的sql上 做了一點extension 所以你可以query一個 graph的relation instead of just one row of data 還蠻有趣的 然後 你當然翻過去之後 它速度會快很多 因為它是一個 data配裝在存自己 存graph的東西 所以它有很好的 storing的engine index and engine query engine 那實際上 我們得到的速度大概是 25倍的成長 就是 本來大概 搜尋一次大概 一分鐘到兩分鐘之間 假設是一個 二十幾米的路線 你在用google mail合成 你不可能會接收 點兩下 然後等一分鐘再回來看結果 沒有 問一下 不好意思 又有一個很蠢的問題 那個 為什麼 neo4j會比較快 是因為 你做什麼query 會讓它變成說 你要 一開始你的node 跟node 是有窮區吧 比如說 比如說 有五個 然後中間有五個 然後就是 五乘五乘多少 那為什麼 為什麼用那個node 會比較快 因為neo4j它 它的 它這個divis有做indexing 在node上也有做 relation也有做 所以在curringrelation 快很多 Node4j以後 它就可以比如說 我A到B點 它就是所有的 你跟它所有的條件 就是 符合 它就全部把它incap 對啊 OK 那當然你可以 做越多的 比如說你在 標準上做越多事情 它就會越快 因為它return的資料 越少它就會越快 那 就是這樣做完之後 我把整個 流漏進去之後 它還是要花到五秒鐘的時間 會覺得還是太長 就是你用功能本力 還是不會想要說 你的div間要等五秒鐘 才能給我一個結果 所以 我就在想說 有它為什麼別方 會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我也去問了一些 Telabash的老師 Tensile 其實在學界經濟 有研究過這樣的東西 就是 你可以想說 這是一個div 然後 你要今天走路 你只要是從這裡 到這裡好了 那你會經過 這樣子一條橫的線 那如果你仔細去觀察的話 其實不是每一個點到每一個點都很重要 只有四個點是很重要的 就是這四個點 因為它們四個點是十字路口 因為你在規劃路徑的時候 假設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你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其實這條路可能就不重要 你可以很容易的倒退回來 那其實只有從各個十字路口 到各個十字路口之間 它會有不同的possibility 所以你要想辦法的是 如何focus在做這件事情上面 那 所以其實結法很簡單就是 假設今天這是一個intersection好了 然後本來 本來 這條路有三個點 然後這個點是一個十字路口 這個點是一個十字路口 然後中間可能還有幾個點 假設它是什麼 三、五、多少、多少之類的 那其實我就可以建一條 overland link 就是說從這個點直接到這個點的關係 然後我就說 然後它的成分就是8 這樣你就可以 嗯 這樣子的 好處是你可以大量的減少relation的數量 跟你實際在curry的時候 Node也會減少很多 因為實際上 一個路上面有十字路口的路 不是那麼多 比如說以Atlanta來講的話 我本來有 六十八千 兩百五十個點 那我現在做完這件事情之後 我只剩下四十五萬個點 嗯 要做搜尋 是大家原本的 八十三百線左右 然後 然後地圖的那個 路跟路之間的關係 也是少大約八十三百線左右 所以本來從 要花到四點六秒的 running time 可以減少到一點三秒 嗯 但這還是不夠快啦 就是 H.還有很多變形 可以讓你再把電視變得更快 可是以一個close project來講 我覺得一秒 還算是一個合理的數字這樣子 然後 這個東西 我也有把它實作成一個 Neo4j 但這次是用Skala寫的 不是用Ruby寫的 就是 就是 Neo4j 這是一個Java-based的Data Base 所以 你可以用JVN的語言 去幫它做一些extension 譬如說 它本身是沒有資源Astar的搜尋 它就提供一個很簡單的front work 那你可以實際上實作說 我的那個 heuristic everything 要怎麼做啊 然後 我要怎麼搜尋 加一些新的app points 之類的 然後 其實 我講得有點快 已經快講完了 這就是一個nemo 不是 不是 就是 就是JVN實際上 這是一個 我拿去 JVN有自己的那個 就GDPP Portist Barman 然後 我拿它之前的Crime Data Crime Data做了一個 簡單的那個 tmap 所以你看到這幾個路口 是比較多 那個危險的 對啊 所以如果你要從這個點 走到這個 它就會繞一些遠路 盡量走比較不危險的地方去 那種tmap是怎麼做的 就是直接滑 對啊 然後 可以給你們分享一個很有趣的數字 就是 你看到說 這一塊的地方 跟這一塊的地方的那個 heat 很多嘛 但其實 它不是發生什麼槍案 或什麼 雖然Alanta是以槍案為例的地方 但其實可能是這裡 或者這裡是槍案 不是這裡 那為什麼這裡的 案件的數量特別多 是因為你們都是Paternity house 對啊 你幫我打蹲腳 對啊 對啊 就是它案件很多是什麼 什麼燒擾啊 或是什麼之類的這種 噪音什麼那種 對啊 就是很有趣的那個 小資料這樣子 對啊 所以 好啦 我真的大家就做到這樣子 哈哈哈哈 大家有什麼 在這上面的問題嗎 所以你要怎麼找 intersection 還是有Data就可以找到 某個點數 intersection 嗯 intersection的話 如果你在Near for this 我之前做法是說 我每個Note之間會建立一個 特別的關係 叫做Wave 就是一個路嘛 然後那個路會是一個本身 是一個特別的點 然後它會連到每一個路上經過的點 所以我只要查詢一個Note上 有沒有超過兩個Wave relation 就知道了 對啊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特別的方法去 去做你自己的indexing 然後去加快它的curve 對啊 所以連資料在未進DataBase之前 就已經全部做過Prime 對不對 就是把資料的那個 剛剛你講的那個Operlight Link 全部都把它消除掉 沒有 在load進去DataBase 它是一個 最原始的OpenStream Bank的資料 然後只是 我是在 那個DataBase裡面做 就是Novitation這件事情 對 所以原始資料沒有變動 對對對 所以我也想要是用那個 拿出哪隻Programs 你有沒有 那個Project有沒有OpenSource 這個Project喔 對啊 最後寫了Skala版本 Skala 那個DataBasePlugin有OpenSource 可是因為那個Data 也沒有繼續在collect 所以我就沒有發放出來 喔OK啦 沒有有興趣讀問的口 有啊 那個至少Plugin也在上面 其實它沒有太特別 只是query那個DataBase後段而已 了解 對 所以OSNM它 Vertex 連那個A子到底是 什麼記錄 什麼形容 它就是一個 XML file 就是 它是一開始會給你一堆Node 然後再給你一堆路 然後那個路 然後那個路可以告訴你 那個Node的ID是多少 所以你要自己把它連起來 對 其實我還蠻想知道 有沒有其他人 用過AStar 然後那個等 在他們的 其他的Project 或是什麼 我用過 就是Map方面的嗎 我是PACMAN 我用解開 遊戲還蠻寫的 怎麼躲怪獸跟那 遊戲其實是一個 蠻常用AStar的地方 不只是 找路徑 比如說你有時候 給你一個棋盤盤面 然後你要從這 怎麼樣吃掉對方的KING 這個東西直接可以用AStar算 對啊 所以AStar以外還有什麼其他類似的 嗯 AStar本身有超級多變形 什麼IDAStar 什麼類似的 之類的 對啊 它通常最大的差異就是在 Houristic Airways上面 就是你怎麼去猜 剩下的路徑 因為這件事可以大大影響到AStar的效率 因為你看AStar的路線 就是它是一直找附近的點 然後從最短路線走 所以你的猜測越準的話 你中間經過的點就越少 那它的效率就會提升 因為它不需要經過這麼多點 了解 那所以它不會 如果用Comparacy 比如說一開始猜很多點 然後最後再找一個比較 也可以 可是你還是會有Merge的Overhead的Cost 對啊 所以不見得會比較快 如果要做即時路況Update 要怎麼做 即時路況Update的話 其實沒有那麼難 就是以我的Case來講 我其實也是記錄了兩個Wait的數據 一個是真實的 一個是我算過CrimeFactor之後的那個數字 所以其實 你只要Update 你後面進的那個OverlayLink的數字就可以了 它是可以被線上Update的嗎 所以你要再Re-Index嗎 也不用Re-Index 只要改那個數字就好 因為SR的那個EV 還是得跑過一次所有的點 所以其實Index本身不會動 你只是去調那個位置可以這樣子 這樣資料量太大了之後 就會那個 對啊 就是那個 包NAC就變成那個資料庫的部分 對啊 會是 對啊 所以你有Predata 其實是怎麼樣 是以NodeBase的方式 去Store那個Data Entity 還是它的那種Relation 它不是Relation 它就真的是把一個圖形存進去 對啊 它的Data Type就是兩個 就是Node跟Relation 就這樣之類的 然後你可以 哪個Node你可以有自己不同的屬性嗎 或什麼之類的 對啊 那這個蠻有趣的Data Base 如果你想玩一些那種 不管是Routing也一樣 或其他的 只要跟圖有關 我都可以試試看 或比做Relation 我都可以試試看 有可能做 對啊 欸 我們問一下那個 Inside Information 我們之前是用的 因為它 Jacky是那個 Apple Apple的那個Map Team 你蠻以前的 Apple的內部也是用 A star search Basic A star search 然後在上面去去改 可能跑那個 Dextra 但是它的那個 但是它的那個 Node跟Relation是怎麼存在的 Internally 我們不是用Graph 對 是Postgres 對 Postg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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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本來就是支援 Geography Fetch System 對啊 所以它上面可以做Routing 或什麼之類的 嗯 我跟他說Spotted PG routing 對啊 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對啊 謝謝